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成功击败苏联并顺利登上霸主宝座 因此也着手相关部署 最为熟悉的应该是联合北约 在俄罗斯家门口上演全武航 在中东地区挑剂战争 联合日韩两国完成亚太战略部署 之所以美国敢一向多个国家挑衅 最大的依赖便是本国军队 毕竟美军麾下拥有两款五代隐身战机 同时还是全球第一个拥有五代舰载机的国家 核动力航母的数量达到11艘 其中还拥有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 再加上美国军方的海外军事基地数量达到374个 无形之中也助长了本国的自信心 对此的美国也多次进行模拟战争 根据媒体透露的消息 美国军方近段时间模拟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中对手为红方军队 主要武器为先进的防空系统和五代隐身战机 要知道进入21世纪之后 美国率先在中东地区通过战争的手段 向全球国家展示了现代化作战的战略战术 通过海陆空多方位配合成功击败了伊拉克 如今美国军队的官兵数量更是达到了134万之多 而且除了拥有先进的装备之外 同时也拥有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至于所谓的红方军队 在外界看来很有可能是中俄两国 毕竟这两国是除了美国之外 有能力研发五代机的两个国家 此外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堪称全球最强 至于在五代机领域 中国的G20明显要强于遏制苏武器战机 毕竟前者除了拥有2.3马赫左右的最高飞行速度之外 还能搭载8枚左右的霹雳系列空空导弹 拥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可视头盔作战系统 此外中国还是除美国之外 有能力研发隐身战机专用玻璃化做舱盖的国家 而俄罗斯的S400之所以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 除了400公里左右的最大射程之外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00公里左右 而且可以拦截飞行速度在每秒2800米至4800米的飞行器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数量达到200万左右 而俄罗斯会议下的官兵数量大约在201万左右 此外这两个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 为此美国不得不模拟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此来不断提升本国军队的实力 再加上美国计划从今年的5月份撤出阿富汗地区的军队 意味着该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将会有所下降 为此也想通过模拟作战再度扩大美军在全球的影响力 对此在外界看来随着美国频繁模拟作战 中俄两国或许要做好准备 毕竟最近发生的多起事件与美国有着一定联系 该国在这个时候模拟作战 除了上述可能性之外 同时也不排除限制中俄两国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générale